等会儿 舅舅 你来得正好 你看啊 这是这季度的税务报表 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 你签字吧 好极了 现在啊 就怕是法律上出问题 有你在我放心多了 你妈怎么样 她每天都上学早出晚归的 我们都很少见年 那天晚上的事我都知道 舅舅 现在我妈最需要的 就是你这个知心弟弟 你要有空的时候 经常回去看看他 你不是跟我说了吧 你妈很忙 不过 我每天都跟你妈通电话 你真把人投过去了 我都觉得这件事情 我做得特愚蠢 特可笑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来 给你 这些都是啊 这么多 嗯 大靠 嗯 咱们俩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那天你不是去我办公室 你要打我呀 哦 嗨 舅舅 这事我都忘了 对不起啊 就是啊 舅舅可没那么小气 早就忘了 是吧 舅舅 对对对 舅舅 不过后来我想了一下 您这么做是对的 如果咱们真满妈二十年的话 忙费吃了咱们的话 没错 你这么说啊 我很高兴 不过这夏文杰呀 还在生我气 也不理我 你说怎么瞪的 跟孩子似的呢 那我真有点处的 处不处的 你们也得见面呀 是吧 他就在隔壁呢 好 我先过去了 忙吧你们 都跟这个税款合同一样 只要公司还在 我们就得忙活 谁也躲不了 舅舅 来来来来 你把这也签了吧 我看过了 咱们啊还真得快点弄 弄不完我明天还得来 你签那个我看这个啊 你怎么又来我们家吃早点的小舅了 我一起床我妈都上学去了 我一人吃多无聊啊 反正你也闲着 也是这点起 就一块吃吧 那你今天干嘛呀 跟昨天一样无聊呗 晚上我有一朋友 在旺京那边可以认为过生日 要不要一起啊 什么朋友 厕所最好一女朋友 我们一块在香港上学的 咱都确认你一群小丫头 肯定特闹的 我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 她男朋友跟你差不多大 我觉得你们肯定能玩到一块 我晚上要打网球 打什么网球啊 打网球什么时候都能打 不过生日只有今天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 特别喜欢参与这种活动的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 不打不打 你就一块去吧 你就一块去吧 跟你的面子我去啊 今天如果我去 是我借酒以后 第一次社交活动 那可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嗯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啊 小石头 嗯 你以后能别老叫我小石头吗 那也是一太监的名字 嗯 好吧 小石头 嗯 这是我那哥们儿电话 回头叫他跟你一块去 他很善于分析表情 肯定能帮你找到对方的弱点 来给你 谢谢你老大 一定不如神明 赵律师 有一位叫张东的先生 在会议室等您 好 赵律师你好 哎 来啦 来 请坐 哎 不打着你吧 不打着 怎么着 惹上什么官司了 不是我 是我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 男的女的啊 嗯 哦 我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没带他一块儿来啊 哦 他现在在怀柔 我就是过来帮他咨询一下 看看这个官司 有没有他打 哦 那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吧 我这个朋友呢 他丈夫是个医生 跟着这个红十字医疗队去了南非 走之前呢 他们有个做生意的熟人 向他们家借了十五万 现在这个做生意的人 就借着他丈夫长年不回这个事 赖着不还钱 嗯 那 有借据吗 当时有 后来被这个人抢走给撕了 撕了 嗯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 有 他有两个做生意的伙伴 当时就在场 但是现在这两个人啊 都不肯露面 借钱的时候 是用的银行转账呢 还是给的现金啊 这种细节我还真不清楚 这种官司 打赢的几率是多少我不敢保证 但我可以给你试试 真的呀 那太谢谢你了赵律师 谢谢谢谢 你先别高兴太早了 我得见点你一个朋友 我听听他说具体的情况 好 后天吧 后天我不上班 咱俩可一块去趟怀柔 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他特别忙 他 其实吧 是这样的 我是听说了他这个事呢 想帮帮他 才来找你的 那实际 这要打这场官司的人是你啊 算是吧 怎么 有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你刚才说你的朋友在怀柔是吗 对 这样吧 你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留给我 我下午去找他 今天不行下午还上班呢 不用你赔 我自己去就行了 正好啊下午我去怀柔办事 顺便啊我去见见他了解一下情况 这么巧啊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跟你写 好 你说他喜欢上了结婚的女人 没有 这精神上的敌人 可比肉体上的敌人难对付 这回啊 你可麻烦他了 什么精神肉体啊 我跟他还没到那种程度 哪来的什么敌人啊 别跟我嘴硬了 你跟邓远不就是因为他分的手吗 姐我跟你说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 是因为我跟邓远啊 根本就不合适 是啊 不合适 这一个两个都不合适 这怀柔度假孙 听着挺好玩的 你想什么呢 我正后悔呢 我就不应该那么突快地答应他 好像我没吃饭似的 气完了 还远着呢 太好了 我下午没什么安排 赵青 我跟你一起去吧 咱们俩去泡个温泉 喝个小酒 骂个男人 大姐 我这可是去工作去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晚上不是也不干活吗 来 咱们放松一下 总这么憋着 没准啊 哪天咱就挂了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 你忍心拒绝一个受了伤的绝望女人吗 好 好吧好吧好吧 我亲爱的姐姐 我真大你没办法 太好了 一会儿啊 我来接你 好 快点啊 拜拜 这儿 这儿子巧 你学习确实挺有精进的 曹教授 前面回 走 有事吗 没事 我就是想谢谢您 谢谢您 一直在鼓励我 没什么 你现在确实写得很好 哪里 那个我要去图书馆 一起走走 好 我也要去借书 那好 真是今非昔比啊 过去哪儿是老年大学呀 能让咱们这些老家伙充电学习 能跟孩子们一起在学校里 真是太享受了 是啊 校园的感觉真好 远离喧嚣 人也跟着轻松了 是啊 你最近挺辛苦啊 我听说 你看也是去世了 啊 不过已经过去了 是吗 那就好 我结婚四十一年了 三年前老伴也走了 哦 那您这几年 肯定挺难熬的吧 是啊 一二年特别难过 活的都不成人样了 别人说好说坏啊 什么都听不进去 最难熬那段日子 我算过来了 能挺到现在 我觉着很幸运 在老年大学 都学到什么了 很多啊 我最近忽然觉着 我能做我想做的 任何事情 我可以去旅游 也可以待在家里 或者来上学 在班里我是你的老师 在生活当中呢 你可以做我的老师了 哪儿啊 曹教授你过奖啊 这度假村够奇怪啊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姐 看见没 本度假村应承办 第七届国际文化艺术节 停业三天 真够倒霉的 后边又有心情泡个温泉吧 人家又停业了 你陪我办个事去吧 你抓车夫呢 这是你的荣幸啊 好 我的荣幸啊 走吧 您好 您是赵律师吗 对对对 我是赵青 你好 我是周耀 你好 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没想到 张东没有我的事 会来麻烦您 没事 你们当志愿者的也挺辛苦吧 还好吧 不过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也是我的义务啊 这边坐吧 好 你跟张东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高中同学 那你丈夫也是 不是 我们是工作后才认识的 他还这家疗养院的医生 我是护士 那这么说 你跟张东认识的时间 比你丈夫长了 是啊 张东他很有爱心的 平时休息日都过来帮忙 你们经常见面吗 差不多吧 因为张东他这个人特随和 大伙都很喜欢他 那你呢 对不起啊 我 我当然也很喜欢他了 我们高中时候就是好朋友了 你丈夫出国后 他一定很照顾你吧 要不然也不会请我来给你打这场官司了 张东他这个人啊 特别会为别人着想 他跟我丈夫关系也很好 他们两个经常一起出去什么的 那他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还是单单对你 赵律师 咱还打官司吗 打呀 我还对不起啊 你别介意 我问这么多呀 是有助于办案 那你说说吧 说说这事情的经过 你帮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探听张东的隐私 你也太丢人了吧 这怎么叫探听隐私呢 我问那么多是有助于办案 神经错乱了吧 我怎么神经错乱了 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知道 知道你还乱来 你要是喜欢张东的话 你就直接去追他 要不然就淘汰他 你看他假模假样的 压根就没把你放在心上了 你的意思是让我倒追他呀 这种事我不干啊 姐 拜托您多吃点 我难得来出来放松放松 你让我消瓶火吧 服务员 拿瓶酒 你喝得够多了 少喝点啊 你让我再多喝一杯吧 拜托了 你这是死要灭的活受罪呀 我去给你拿去吧 喂 赵青 赵总 怎么样了 你就放心吧啊 周燕老公啊 是用银行转账借给那人的钱 银行当天有记录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这不说周燕老公他两口的钱能要回来了 那当然了 我是谁啊 我可是资深的律师啊 哎呀真是 赵青老公是太谢谢你了 没想到你还去做志愿者了 喜欢你的人还挺多的 那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了 喂 赵青 我这信号也不是太好 你说什么 你喜欢周燕吗 人家可是白衣天使 莫莫 三号这八号我都催泪呢 抓紧点啊 好嘞 你可别暗恋人家 赵青 我这忙着呢 我回头打给你啊 谢谢你啊 喂 喂 张东你在听吗 喂 问我电话 姐 我又给他打电话了 张佳 阿姨 我在等赵雷 他马上就下来 有时候啊 我也站这儿看着照片愣神 觉着那时候真的很幸福 多好的一家人啊 一点也不像那种 会白人头发验DNA的人 我也没想到 不过小青 有时候是有点怪 其实您这样说 我反而放心了呢 为什么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呀 他们老说我怪 现在看来 应该是遗传 是啊 不过 你还继承了很多的 对 继承了很多你们家的遗产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我是说 你还继承了很多的家人 我们这家人 我老是觉得 阿姨 您太好了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还不真实呢 我老是觉得 我只有我妈这么一个亲人 佳佳 你有没有问过你妈 你爸的事情 我问过啊 她说我爸是一根落阔的文人 那她为什么又离开你们了呢 我妈说 是因为没告诉她自己怀孕的事 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是知道我的 因为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留给过我一个娃娃 对不起阿姨 我不该跟您说这些 没有 你没说错什么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你爸的事情 我告诉你 她是个好爸爸 还是个精明的商人 她有远见 而且很幽默 不过 也有不好的一面 她风流 还挪用过公款 妈 这些事别跟佳佳说了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那您得改天了 我们要出去了 走吧 阿姨先走了 嗨 我下车了 你这个案子不用上法庭的 这家伙看到银行的记录和证词 已经判了 他们说这星期就把钱给你打过来 如果你收不到钱的话 咱们再起诉他们 谢谢您啊 这边想到 我跟我丈夫以为要不回来的钱 你这么容易就给搞定了 我是律师嘛 一般人见到律师都犯处 理亏的人就更处了 幸亏你老公当初没给他们现金 你是张东女朋友吧 不是不是 我们只是好朋友 那你喜欢他吗 你眼光不错 他值得你喜欢 真的 张东这个人自尊心很强 不太轻易求人 他能为你的事来找我 你猜对了 我是他初恋 初恋 那你们 将往两年 后来分了 一般男人都会让女人失望 你们都分手了 你还能这么欣赏他 他对你好像也 不是你想的那样 张东现在对我 更多是友情了 我们认识太久了 当时我怀孕了 孩子不是他的 那时候张东对我的感情 真的是非常的单纯 他没怪我背叛他 还在劝我 让我别打掉孩子 找个好人家领养 还把我送回四川老家 我在老家跟爸妈待了一段时间 直到生下孩子 那年我们才十九岁 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对张东 不单单是欣赏 并崇敬这个词 都一点也不夸张 我丈夫也知道这事了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跟张东之间的友情 所以啊 想找点丑事儿 让自己打消念头 结果呢 却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一位圣人 弄得我还有点冲动 觉得如果错过他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这回有好戏看了啊 女追男 还是点点小气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的 什么叫女追男呢 这叫凤秋黄 凤秋黄 凤和黄 谁是公母谁是母母 姐 凤黄不分公母 叫雌雄 好吧好吧 雌雄 雌雄 雌追雄 弄的人怪不好意思的 去吧 要回去吧 走 那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走 你别闹 快点 快点出来一下 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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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严 严 我怎么一晚上 你干什么 你又不要这么自觉啊 又有个大作的你这个 说我 没事吧 回家吧 咱们赶紧点吧 你干什么呀 是不是我知道你想照顾我 这不就是你们家的风格吗 那么团结 那么美好的一家子 反正跟我没关系 你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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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你在干什么呢 那个该回家吧 谁要回去了 就是 走跟我回家玩吧 不是不是 哥差不多今天都这样 下来好不好 人家都没说走 你这儿去 来 美你再来回去 兄妹之间的事 你别瞻我 我的事你都干管 你什么东西 干管我的事 那嘞 你别老通通了 差不多行了 我就动你的怎么着 你再动一个 动一个 张磊 张磊 我给你 妈 你别碰我 我给你冰一冰 冰什么呀妈 都皮外伤你别动了 什么皮外伤 你看都伤成这样了 你别 你别 那没事多大的事啊 你看你还多大事 哥 你给他送过去了 你没事吧 他没事 可夏文杰有事 担心得一套糊涂的 你多大人还打架 又没内伤 咱们去医院 去什么医院 那小子逼我惨多了吗 你别老这么大惊小怪的 我怎么大惊小怪了 早上出去的时候 还好好的 你看现在回来变成这样 把衣服脱了我看看 我脱衣服干嘛 我就不信你 你都没内伤了 什么内伤 你别瞒我别瞒我 我得看看 妈呀 你看看你看看 你这跟谁打架了 我吓人了 真的 别动 我都觉得你严肃 什么内伤 我吓不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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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唬她们行不行啊 我怎么了 你看看 我没事 好了 现在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吧 夏佳佳所承受的痛苦 一点都不比我们少 我拜托你们各位了 你们就算不伸出亲人的小手 也别让我这顿揍摆吧 妈 我觉着 赵磊说得对 我们啊 都应该对佳佳好一点 特别是赵青 妈 妈就是明事里的人 表菜 喂 佳佳啊 我是赵涛 我妈不在 我不找你妈 那个 我和田丽啊 想请你来家里做客 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好啊 那我看时间打 好 拜拜 好 喂 上次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啊 改天咱们一起去逛街吧 逛街啊 我最近想买几身衣服 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 你知道有的时候自己去买 买了一大堆 回家又发现不喜欢 简直是浪费 你能陪我去吗 好啊 反正我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好啊你说什么时候 就这几天吧 我现在去上庭 回头我打给你 那正好我有电话进来了 不说了啊 拜拜 喂 是我 赵涛 那个 我今天休息在家呢 你有时间过来吗 看看你的外甥女 好啊 好啊 嗯 红姐拜拜 你看 这里画红色 红色的比较鲜艳 来 吃雪鬼喽 好 两个人处得不错呀 可不是 佳佳 你喜欢画画啊 嗯 以前一直喜欢画画 但是没有机会学 我老公是个画家 以后有机会啊 你让他教你 好啊 他有好多学生的 真的啊 回来了 你看 说草草草草到 严森啊 这就是夏佳佳 这个佳佳啊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这是又是给秋秋画着玩的 严森 佳佳喜欢画画 以后有机会啊 你教教他 没问题 对了 那个灰灰妈妈在画室等你呢 你赶紧去吧 那我上课去了 妈妈 佳佳 今天就在这儿吃饭吧 好啊 不如我来做吧 你会做饭 做得可好了 好 那我多买点吃的 想吃虾吗 好啊 好 那我去买 你坐一会儿啊 嗯 妈妈我也吃你给我买冰淇淋 好 来 慢点啊 来 你这 你这是干嘛呀 这是周耀让我转交给你的 她还让我告诉你啊 那个人把所有的钱都还给她了 她让我好好地谢谢你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她不说这句话 你就不准备谢我了 哎呀 这什么世道啊 我一个无力不起早的律师 不知道冲谁的面子 变成义务律师了 您谦虚 您不是无力不起早 您是古道热肠 瞎肝易胆的巾帼英雄 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就算周耀她不提 我也准备亲自登门拜谢 并且邀请您呢 去我们餐厅用个便饭 去你们餐厅 你们餐厅多牛啊 要吃一顿饭 你提前一星期订备 我可不想为了吃你一顿饭 饿一星期啊 不用等一星期 就今天 真的 真的 下午三点半吃晚饭 你习惯吗 只要你请客 我随时都能吃 刘老师 嗯 这次 慧慧能考上美严福中 真是多谢您了啊 你客气了 能教这一考学上来 也是我做老师的光荣嘛 不过我提醒你啊 慧慧可不能这么放大家 疯我啊 我怕她上了学以后跟不上 好 我会督促她的 您看 李老师 我带慧慧来学画 我自己也越来越感兴趣了 您 能不能继续教我学画啊 没问题 只要你愿意 我当然乐意了 那谢谢你啊 李老师 您看这个地方 怎么画呀 你说这合了的天光啊 问家啊 您要注意 这个鹅卵石和这个天光啊 它高光点和这个天光 亮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您来教我吧 嗯 是这样啊 嗯 你看啊 这行不是拿好了吗 你注意这个鹅卵石和这个水 反射的天光 它的亮度是不一样的 注意 看这个鹅卵石 它这个高光环环环点和这个水反面也是不一样的 嗯 李老师 我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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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嗯 驾 嗯 嗯 哎 喂 佳佳 刘老师 我 我 哎呀 赵律师 请坐吧 哎 咱们就在这儿吃啊 行吗 没问题 来 这本来就是我用餐的时间 再过一个小时啊 我就忙了 把过去布里头 来 哎 哎 哎 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哎 要是你们主厨扣你工资怎么办啊 没事 这些东西都是我个人买单的 不过就算收呢 也只收原料成本价格 这就是当厨师的好处 江东 你是不是升职了 哎呀 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不你怎么敢带女孩的后处来吃饭啊 这也跟升不升职其实没关系啊 就是我以前当三厨的时候 我也敢带你来 不过呢 我现在的确告别了熬汤的过程 进入了酱汁时间 虽然离大厨还有一定距离吧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有进步 更有挑战嘛 来 来 张律师 我很高兴你能不嫌弃这里 到后出来用餐 然后呢 再次感谢你 无私的帮助 别客气 请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你怎么来了 我电话里听你声音不对 出什么事了吧 没事 你肯定有事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我是你哥 那我告诉你你不能告诉别人 行 亲啊 亲啊 佳佳 我们家里人啊 你这表达方式都挺直接挺热情的 是是是 我知道挺直接挺热情的 但是你觉得 如果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他们都亲成那样的话 那我真的无话可说 完蛋 事大了 所以所以所以 我现在特别后悔 我本来以为 赵洪他们家特别完美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进去 你 你别自责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是刘延森的问题 你就当我没说过吧 那不行 事都出了 你答应我不告诉别人的 我有吗 你探护他干吗 我不是探护他 我是在保护我自己 赵磊你知道吗 自从我进了你们家以后 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的生活 好像你们家所有问题 都是我造成的 要是赵洪跟姐夫 又出现了问题的话 那又要变成我条事了 你别再给他们借口 让他们来恨我了吧 你想太多了吧 我觉得我们全家人 都在努力地接受你啊 是 他们是很努力地在接受我 但我看得出来 那完全是出于礼节性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 以前的事情跟我无关 所以他们不会恨我 但是他们每次看到我 就像看到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他们看到我就会提醒他们自己 他们的父亲是多么的无耻 多么的虚伪 赵磊 我求求你了 你别再给他们更多礼 让他们来恨我了 求求你了 没事 其实啊 我根本就没有周燕说得那么好 把她孩子送到福利院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窒息感 我当时就想了 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周燕了 你别这么说 毕竟你们是朋友嘛 是啊 现在我们一直是朋友 其实啊 我挺配合她丈夫的 从来都不介意 她以前是怎样的 周燕对我呢 根本就不是爱 只是信任 我又是在问自己 如果周燕爱我 我还会不会那么做 我觉得你会的 你真觉得我有那么高尚 是啊 你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是一个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行行行行 来 最近在网上 没看到你跟邓远的消息 看来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下次 你们俩一块儿来 不在后处啊 咱们在大厅 请你们俩吃大餐 张总 厨师长教你呢 马上就来啊 黑群律师 趁我们大厨还没发现 你赶紧跑路 我就不送你了啊 咱们下次再聊啊 来了 谁啊 来了 张磊啊 来 你姐哥修修啊 马上就回来 我做饭呢 你先随便做 你跟辉辉她妈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吗 张磊啊 是佳佳告诉你的吧 当时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听 不 你听我说 我的意思是 灰灰和她妈以后不会再来 当时情况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不来了怎么了 不来了你们俩就没事了是吗 这么说 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对吧 你打算告诉我姐吗 我不想说 姐夫啊 我以前是个酒鬼 喊嘴没识过 后来我才发现 说谎太可怕了 整天提心吊胆的 你觉着你这事能瞒多久啊 我爸瞒了二十年又怎么样 他如果现在还在 我们家会是什么 像你想过吗 可 我不是你爸 对 那你就跟我姐坦白 做点我爸做不到的事 要是我说不了 那我去说呗 赵律师 你怎么还没走啊 张东 我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想跟你说我跟邓远的事情 你好像误会了 我们俩从来就没有正式的交往过 那些都是网上的炒作 绯闻 赵律师 对 如果一会煮出来了 看到你还站在这儿 我呢 还没把酱汁调好 那以后啊 估计我只能去你家里 跟你做私人厨子了 对不起啊 那 那你先忙 我 我先走了 那我不送了 好好好 好 那我怎么迷不损失呢 好吧 那我试试吧 好 再见 你这干嘛呢 大扫除啊 别人是周末 咱们去十度吧 装备都准备好了 明儿不行 我还有事呢 不 工作是做不完的 让别人去做嘛 不是 这个 换个时间吧 干嘛非要去那儿啊 我想 就咱们两个 抛起一些烦恼 重温一下旧梦 要不然下个周末吧 我在海南订个酒店 可以看海景 还可以吃海鲜 方黄 我不想住酒店 我想就咱们俩像以前一样 开车出去 夜外 好不好 那秋 那秋秋怎么办 你到她房间看看 走吧 小姨 你看 嗯 带上这个以后 就是美丽的圣诞小鹿了 我呢 就是今天的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有何指示啊 我要带着这些玩具 去办给那些小朋友 哦 小鹿带着圣诞老人 去发礼物喽 我觉得 我儿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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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放心了吧 两天一没问题 少鹏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咱俩怎么没信号啊 你放心吧 我找这地儿啊 方圆石里地 不会有信号 也不会有一个人 就是咱俩出了事啊 也不会被人发现的 你是一模好的吧 我说你能不能放下一切 陪我好好玩玩 好吧 来 我帮你搭 小姨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问小姨 为什么这么漂亮啊 不是 那是什么 小姨 我想问问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在结婚呢 你都替小姨着急了 小姨还没找着合适的呢 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看我 我赢了 你赢了 怎么这么快就赢了 你看 一二三四五 怎么样 好啊 你在跟我聊天 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 好赢我是不是 你这个小坏孩 你把小姨骂了 小姨还得替你数钱了吧 看一会儿小舅怎么收拾你 怎么收拾我 给你打针 给我打针 现在就来吧 我早就不怕 我们秋秋真棒啊 你都百列成钢了吧 说完了 故事讲了 终于睡了 没看出来啊 你这个当小舅的 你这个当小舅的还挺会看孩子的 那是 他们都出去了 他们去享受二人世界去了 留我这个单身的小保姆 在这儿看家护院 不公平 怎么着你 愈言幼稚了 不是 一会儿他们俩回来 情绪可能不是太好 你什么也别问 什么也别问 怎么了你 玩什么神秘啊 出什么事了 你说不说呀 你说不说呀 那你保证别跟任何人说 你还不相信我啊 我真不信 快说 好舒服啊 好久都没这么清静了 是 大虎 你还记得咱俩在海门吗 当时你怀着秋秋 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天气很热 房间里的空调又坏了 咱们两个 半夜 流到海里去游泳 是 你飘在海面上 就像抱着个大西瓜 我当时那个样子 特难看吧 不 我认为 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感谢上岑 让你嫁给了我 现在 不这么想了吧 张虹 我想为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说呀 我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你姐和你姐夫 今天回来也没表现出什么异常了 你就怀疑人家是装的呀 我当着我姐夫的面前我也不敢问啊 都怪你个死赵雷 整天闲着没事跟那个夏佳佳混在一起 这回定制炸弹成了连环炮了 你这比喻也太形象了 不过话说不来啊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他俩是真没事 就这一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呀 就别瞎操心了 来 把这汤喝了 我给你热过了 不是我做的 可能没上次好喝 张总 你对所有人都这么好吗 我是指你对周晏 还有你以前那个女朋友 你都见我过几个女朋友啊 我跟周晏交往的时候吧 还不到二十岁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至于陈琦嘛 她叫陈琦啊 其实她也是个护士 后来得了白血病 可来得太突然了 我都没来得及做什么 她就走了 对不起啊 又提起你的伤心往事了 没关系 都过去这么久了 张总 你怎么想起当义工呢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顺其自然嘛 周二那两口子都是义工吧 对 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陈琦也是 是 你当年为什么去上海啊 赵总好 赵总好 您好 好 牛河 西克呀 牛河贵干 想跟你聊聊 你都跟赵涛合伙开店了 咱们还有什么好聊的 今天 咱们聊聊佳佳 她怎么了 赵磊整天陪着她玩 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什么呀 她看见了 不该看见的一幕 我怕你觉得她搬弄是非 所以我事先来跟你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啊 问一下 您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丈夫在家里 和她学生的母亲偷情 被家家看着了 夏文姐 你又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了吧 我都让步懒得理你了 你就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 通着那去 你非得没事跟我找茬玩 让风抽了吧你 算了 我今天心情很好 懒得跟你计较 看来你还真的不知道啊 你丈夫 好像不是第一次了 你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要把你说的话当回事 跑回去质问袁森 那就是我让风抽了 你管不管你的丈夫 那是你的事 可我要告诉你 从今以后 希望你不要打扰佳佳 她才二十岁 你干净着呢 你现在给我出去 怎么 受到你痛住了 你给我滚出去 也好 不过我警告你 从今往后 你和你那个 从今做人的丈夫 不要再打扰我们佳佳了 给我滚 你 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稍早啊 饭马上就好 袁森 怎么了 你跟回回妈 是真的吗 张宏啊 不是你想想的那样啊 当时 当时我缺 确实我懵了 不过我马上制止着她 我还告诉她 以后不要再带佳佳来了 所以你就带我出去度假 我本来 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你带我出去玩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你想告诉我你跟她是真的 告诉我我以前的怀疑都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 你是怕我心思地里的大喊大叫 还是怕我跟你离婚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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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种事情她很难开口 我真的不希望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 然后我求你 你求我什么 刘元森 都这样了你还要说什么 一直以来 我都忐忑不安地怕你变性 我怕你喜欢别的女人 即便是这样 你也不应该让那个小佳佳看见 也不应该让夏美杰跑来告诉我呀 你知道吗 你知道她当时告诉我的时候那副嘴脸吗 你知道她看我笑话的时候那个德行吗 你注重的就是你和夏文杰怎么斗是吧 你在意的就是你的脸面是吧 真可笑我还切磅百计地想着怎么处理好咱俩之间的事情 是 我是要面子 可我没有你那么不要脸 好 我知道你现在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 你现在可以理直直让了发火了 没错 我是听不进去你的解释 我是要发火 刘元森呢刘元森 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说着好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说呀 因为我在意这个家 在意你 我对你百依百顺 甚至可以封杀我自己 你封杀你自己 就是有理由去偷刑 还是让我感激你啊 只有你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吧 我看见什么 我能看见什么 这个家所有的事情 买房子生孩子还有工作 都是你一个人做了算 现在是谁错了 你别转移话题好不好啊 你现在听我说 我对你说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置若罔闻 你忽视我的存在 你觉得我没有用 我没有干过一件有用的事情 我一忍再忍 就是为了这个家能够太平无事 那是我逼你去找女人的吗 最起码逼的女人 不会说我是可有可无的废物 不会认为自己嫁错了人 原来如此 这就是你偷情的理由 就因为她用崇敬的目光 仰视你这个成不了画家的老男人 我告诉你 她只看见了你的艺术气质 她并不知道你是有失败婚姻 连自己和孩子都养活不起的窝囊废 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了 在你心里我就是个没用的人 对 当然你喜欢成功人士 你还惦记那个邱太雄是吧 可我没有你那么无耻 我连她的手我都没碰过 可是你一直在想着她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想着她 这和实际行动有什么区别 咱们人又区别了 她区别大着呢 你敢对我说 你没有想着和我离婚 再嫁给她 你觉得她在配你是不是 是 你不就想听这些吧 你满意了对吧 至少你现在说的是实话 刘元森 你就是一个闹种 随便你这么说 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你这个闹种 你告诉我呀 你有本事当着面告诉我呀 谁让你多管闲事了 我怕你不会处理 我怕他们伤了你 对 就你会处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就是恨赵洪 因为她把我爸的事告诉我了呗 你就找机会报复她 你成功了 你高兴吧 佳佳 你不能这么信口开河的 我哪信口开河了 就是因为他们家恨你 所以你想让他们家也恨我 我告诉你 你别一想天开了 你还以为他们家会收纳你呀 不会的 他们家抱团比谁都抱得死 你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接纳你的 你知道不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儿是你的家 我是你的母亲 你不能离开我的 我自己的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佳佳 你怎么了 阿姨 赵雷在吗 在 在家里呢 快进来吧 天哪 远森她 赵雄知道吗 对不起 我妈已经告诉她了 她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该来 可是我除了这儿 我不知道再去哪儿了 佳佳 别多想 你来这儿就对了 天哪 原森怎么能做这种事 多老实的一个人呢 让你受委屈了 不好意思 不会的阿姨 有你这句话 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你看我说的吧 我妈肯定向着你 妈 她都无家可归了 就让她在咱们这儿住一段时间吧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阿姨 我可以去同学家住 佳佳 就住这儿 就这么定了 张磊 带佳佳去客房 您干吗去啊 我给张红打个电话 那悄悄睡吧 嗯 悄悄睡吧 嗯 对不起 我今天不应该对你发火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又是我妈 都打了七八个了 恐怕现在你们全家都知道 大概吧 我今天太累了 那 我睡客房 我也这么想 好 刘老师 会吗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觉得我没误会 要不然 你就不会手把手教我画画了 刘老师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看见你 就知道咱们俩都哭 我老公常年在外面 你老婆天天忙工作 你理解我对不对 我也理解你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走吧 我不走 我要走了 就没人理解你了 我求求你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刘老师 你敢走的不是我 是寂寞 寂寞 你给我走 老婆 老婆 你就别跟着忙活了 过去那边歇会儿 小偷啊 我正在统计客户的名单 你们家人会全来吗 应该都来吧 可能只有刘岩森不过来 不过你们家的人每次聚在一起都那个 你看那天又有客户啊 投资商的 他们会不会 您放心吧 他们都不是小孩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肯定能给我面子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儿子又踢我 真的啊 这俩小家伙可不老实 赵涛 那你说会不会因为我在 他们就不来了呢 您放心吧 肯定会来的 好 知道了 明天我就不去了 你帮我把这个带过去吧 一帆风顺 你能算是咱俩送的吗 随便你 反正我现在麻烦事一堆 实在是懒得才看见夏文姐那副嘴脸了 这种情况啊 你要不去的话 我觉得赵涛也不会说什么吧 妈要是能理解就好了 你别管她了 我真就想不明白 你说 你说咱妈怎么跟赵磊一块胡来啊 居然让夏佳佳住在咱们家了 姐 你怎么样 现在还好吧 你说呢 我现在不想听她说任何话 反正已经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我真的害怕 我再一开口 就是离婚两个字 那样的话我们就彻底完了 我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你帮我把这破船带过去就行了 希克呀 你和赵清约好了 大姐也在呢 这不周末吗 明天我想去趟怀柔 问问赵清有没有时间 是来约我妹妹的 算是吧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怎么是算是啊 那就是 好吧 你们俩待着 这破船就拜托你了啊 别破船破船的怪难听的 放心吧 加油啊小伙子 我可看好你啊 好 大姐再见啊 再见 你 你周末不上班啊 这不又轮到我休息了吗 明天你有时间吗 明天啊 明天够呛了 这要掏你4S店开业 我得过去 还得把这礼物带过去呢 那行 那明天你忙你的 我自个儿去 那我先走了 其实 我觉得也可以不去吧 那赵涛新店开张 你不去合适吗 我不去好像也不太合适 我觉得我妈也得逼我去 那怎么办 那你去还是不去啊 我觉得这事有点复杂吧 这事不复杂呀 我看是你复杂 我看是你复杂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那 我去还是不去啊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啊 这样 你有了答案之后呢 给我来个电话 好 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这船不错 还是你带过去吧 干嘛 你也不去啊 那可是赵涛的开业典礼 我说你有没有心啊 你怎么想的 那夏文杰娘俩 把咱们赵红的幸福生活 都给毁了 咱们还装着没事人似的 去庆祝她的开业典礼 真行 别说去了 想想我都生气 你别一干的都打死了 那错是刘延森犯的 关佳佳什么事啊 她就是把自己看见的 说出来了 再说了 她住在这儿 是咱妈定的 所以啊 你们三个都是和平大使 那你们就去呗 去 贾佳和她妈吵那么凶 她肯定也不去 至于你赵青去不去 不是你输了算 怎么着 我就不信了 咱妈还能用手扣把我靠去啊 我懒得还没怕过谁呢 现在趁姜家不在 就把话说明白吧 你们都不愿意去 我能够理解 尤其是赵红 但你们有没有考虑 赵涛的处子 她正在创业 多重要的事啊 每天还要面对夏文杰 你们都不愿意配合 她该怎么办 妈 之前我也想过 可我想不出办法啊 要不您替我想个办法 陈正啊 你们不去我就不去 就我和妈抱着那艘破船进去 多傻呀 干脆咱谁也别去 就让赵涛心情低落 什么意思呀 要挟我们呢 我就要挟了 赵红不去情有可原 你不去纯属凑热闹 起什么哄啊你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也不能偏心 可你们想想 那么多客人哪 还有一些是熟人 自己家里人都不去 多不好 没面子的 可不是夏文杰 妈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觉得吧 咱礼貌地表示一下就行了 那你们以后 就不见赵涛了 妈 我可没说我肯定不去啊 我这样做是为了支持一下赵红 我也没说肯定不去啊 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 做点什么正面的工作啊 我还有其他的事呢 你别拿我当幌子了啊 你不就是要跟那张东去怀柔吗 我说赵青啊 张东是个好孩子 我也同意你们交朋友 可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吧 妈 谁天天在一起了 是谁嫌我赖在家里嫁不出去的 那也得分时候啊 是啊 你也别太主动了 要不然人家会把你看清了的 姐啊 我的亲姐啊 你说我主动 是谁教我的说 清啊 可千万别管什么面子不面子 是谁说的呀 是是是 我是说过 那你哥你就不管了 你是跟张东去怀柔 我是被迫要去见那个夏文杰 这两件事有可比性吗 你是去玩去了 那姓夏的 她是要再看我的笑话 你这要推卸责任 姐 你们再忙吧 我来的不是时候 要不然我先出去待会儿 你先歇着 半个小时吃晚饭 妈 你打算怎么办 没什么 过几天她平静了 我会让她回家的 妈 你就不怕我难堪 你明天去吗 你们替我跟赵涛说一声吧 祝她一切顺利 洪姐 对不起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是这样的 我那时候会照理跟杨叔 别跟我说这么多 我应该谢谢你 省得让我以为我和我老公已经没问题了 用不着说对不起 我真的希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是啊 我也这么希望 好 明天找她的开业年礼 你去吗 不去 我觉得这件事对她很重要 你应该去 我已经订了礼物 让赵涵他们带过去了 这是普通朋友做的事 你可是她亲姐姐啊 我是这样想的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所有的事情我扛着 让他们看看 我的心还在一场 好 您好 您好 谢谢啊 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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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随便聊 恭喜啊 请进 来 来 恭喜 谢谢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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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带您过去 夏总 还是 来 送给您的 你们先聊着我去召唬一下 来得挺及时的啊 这不是帕银车 早出来快 你好 欢迎光临 请进 我知道 不愿意理我 我来那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来想东赫的 我没跟你计较 佳佳住了你姐那儿去了 你觉得挺难过的 我有什么权利难过 她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你姐旁边那个男的是谁 那是我姐老年大学的老师 我姐为了谢她的 请她出来玩玩 是老师啊 你这是什么表情 什么什么表情 这给你们关联 应该的应该的 今天真是很热闹 不错的 玫瑰姐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好 再见 怎么 什么事 佳佳是不是住到你那儿去了 你也真是的 每天看着佳佳 你心里就不难过 把心态摆好了 就没什么了 可你跟你女儿之间的问题 得你自己解决 我可不想参谋 你真的不想参谋 你不知道我有多少信息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自己孩子的事情 还来不及操心呢 我觉得赵涛和赵宏 对你这种好客的行为 他们没有意见 你不觉得 你这种态度很不好吗 按说你应该谢谢我 收留了你的女儿 这么说我应该感谢你 李总啊不好意思 今天照顾不周 小李你先转转我这就来 好了 我得招待我的客人了 等会儿 这个曹教授 真的是你的老师 还是你的西洋红啊 真不知道你脑子一整天想的什么 再说了我想怎么生活 你管得着吗 我也没管你 妈 你们还好吧 谈得很好 有很多事要聊 对 正谈着呢 好 那就好 姐夫姐夫来了 有 都来了 姐 又来了 跳青呢 里面呢 你也来了姐夫 抓猴啊 你到底来了 太好了 妈 妈 你也来了 秋秋有人照顾吗 挺热闹的 是 大家都挺给面子的嘛 姐 那你看看我的车 走吧 走 好 我本来想跟你一块去的 我觉得咱们俩应该好好谈谈 好的 等我回来我们再谈 那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吗 我这边真的挺忙的 大概明天下午回去吧 那好吧 好 喂 赵青 她挺喜欢你的 可能吧 不好意思了 我看啊 你也挺喜欢她的 可是你们两个怎么都跟哑巴似的 谁也不说出来 其实我们俩之间 一直都是普通朋友的 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这种感觉就突然间变了 我现在 特别喜欢她在我身边那种感觉 那你是对自己没信心 还是对她没信心 都有吧 都有吧 那关键是我跟她的阶层差得太远了 你想 她之前的男朋友都是什么样子的 都是有钱有地位有身份的 可我就是一个厨子 你这种自卑哪儿来的 厨子怎么了 他之所以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跟他以前交的那些男朋友不一样 看看那些主持人男演员什么的 哪个不是华丽虎哨的 你这种朴实的才靠谱 周雅 你别在这儿抬举我了 你好好想想吧 赵清可不傻 他是看上了你身上这种别人比不上的东西 你自己好好想吧 别这么耗着了 原浅 谢谢啊 什么 谢谢你陪我过来 姐 爸那边有几个老朋友想要见你一下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过去 好 袁三 对不起啊 其实 其实他们 不是故意的 没什么 我早料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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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我怎么喝成这样啊 你别喝了啊 没喝多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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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你说我是不是有毛病啊 有啊 咱全家都有毛病 还酗酒呢 这事别告诉张东啊 他要知道非瞧不上我不可 他懒得说 你说 你觉得我特没熟悉 我喜欢人家吧 我又还不好意思说 怎么办 张嘴就说了 多大点事啊 我害怕 怕什么呀 你说万一 我 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像他这么好的男的 你说万一我一说了 那把他吓跑了 我以后是不是就找不着了 我还真有这可能啊 那怎么怕啊 那也得说呀 我 说的人都会不嫌弃我啊 那你不说你怎么知道人嫌不嫌弃你啊 那再说了 你没被人嫌弃过啊 说什么呢 这么说你姐 对啊 我决定了 说 说 大胆的告诉他 没错 你就大胆 胆大咱们别喝酒啊 快行行行行行行 你不知道啊 酒壮怂人打 是是你够怂的 赶紧睡吧啊 您过来叫 别闹了啊 曹教授 你好 你好 我是夏文杰 这个店我是办个主人 我听说了 你们这店规模不小啊 哪里 您是教林美慧写作的老师 林美慧啊 挺有才华的 再有才华 也需要老师教的好吗 哪里哪里 曹教授 你一看就是一个文化人 我一看您啊 就是一个标准的女强人 往这一站气质不凡呢 没有没有哪里哪里 对不起曹老师 那边有几个朋友呢 想见你 你 我 您您忙着 我到那边看看呢 好 你干什么呢 我在陪客人呢 你打什么主意 我心里很清楚 那只不过是我姐的老师 你怎么着 还有什么想法呢 我能有什么想法 你别跑过来保护你姐了 好不好 真是的 莫名其妙 你不用特意关照我 去找不着咱们吧 曹教授 今天没有招待周到 对不起了 太客气了 我去看看孩子 好 好 张宏 还好吧 我还好 妈 我希望您和大家 别对原则那么冷淡 这你就怪不得大家了 谁也没想到 你今天能把他带到这儿来 他来也是为了我好 好吧 我尽量对他好点 但是从我心里 还是不能原谅他 我知道 你们就是再气也气不过我的 我都能忍着了 你们就不要在火上加油了 可这种事有了第一次 就怕还有第二次 我是为秋秋考虑 妈 您知道吗 因为您和我爸 我觉得我的童年特别的美好 我也希望秋秋能这样 我能理解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 当年我对你爸就是太宽容了 觉得他只是一时糊涂 可是最后再也没想到 我希望你别给我犯同样的错误 是啊 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我再也不信任他 可是 我下不了决心和他了断 别这样 我早点 请客呢 快点 我醒 您说句话 我想听 等 等 等 看来 你们家人是没有人愿意 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姐夫行啊 心够宽的 这都没事似的 你们俩走 没什么 我时候这厚脸皮也是这种境界啊 赵磊 你骂谁呢 张宏 你别管 赵磊 我们俩的事还没有你插嘴的份 原森现在还是我丈夫 你骂他就等于骂我 我现在让你跟原森和我道歉 那我要是布呢